NFT對我們來講 我覺得它是一種人類生活模式 生活方式的一種新的可能性 新的一種開創式的一種方式 但它不會是一個終點 那未來它有可能是包含 比方說經濟、金融乃至於到政治 會基於NFT的技術而有所改變 它真的為了我們世界改變什麼? 有!它絕對有改變什麼? 事實上我們現在手機已經人手一機了 這已經變成一個很普及的技術了 所以我們人類的生活模式也因此改變 我們的相處模式、我們的溝通、我們的往來 其實都已經不一樣了 跟十幾年前其實都不一樣了 可是其實就短短的十幾年而已 所以你說NFT會不會 我覺得它一定會 我覺得人類的生活模式會決定 藝術歷史的發展 這個從古至極一直都是這樣 那對於我們畫廊業者而言 經營方向勢必也能調整 或是思路也能夠一樣 回過台講NFT就是說 它的確實現的就是說 我真的對於看這種所謂數位 也就是說沒有實體的這件事情 它能夠有一個更周全的一個收藏方式 讓大家能夠擁有一個新的一個模式 但是精神並沒有變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未來的方向 你沒有任何方向勢 那你先將會變實 我們可以補充它 首先為了一些東西 我們把金整理 我們是未來的 我們只要 分架 我們要留意